封脸下耀眼的对象没有心眼又可鉴定 心底的精确迈向经过精粉擦亮 谁又坚真的跟钻石较两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珠光宝气的十年比才九哥的十年 来得更快除了是李斯的收山之作这部剧 还聚集了一众大咖啟 紧透的剧情和大手笔的投资 让这部剧看起来贵气十足 更因此成就了经典钻石和龙九亿科 永留存即使过了十年这颗仿剧钻石 没有被时间磨灭光芒 仍然充满珠光宝气玩这颗钻石 闪闪发光的人物角色各个性格突出放大来 看无不是人生的缩掩二十年过去了 这意味着曾经坐在电视机前包剧的你丢老做时 最爱经历过成长的魔力 相信你对人生都有了一定的见解而珠光宝气 周哪些角色是你最不想成为的人康雅言 少美骑士 专注事业不择手段 成功从艺人经理人 升级 卫博帽投资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执行总 是作为康家大小姐康雅言经营 事业心集中事业得益 可惜形成就频频让她失落 她应对工作过于狂热而经常冷落胀 夫妇天智令婚姻出现问题 离婚后她几乎崩溃 后来她遇到生命 终结二个男人高长盛 因此又开启了为情为爱吃情 无比的属性为助长盛 尚未她不惜为长盛安排一切 让她迎娶富家女 更出卖了自己的妹妹 甚至愿意带她坐牢为爱成魔 在起码不是武侠剧的家属现实中 并不罕见十年前 你或许还是一个小学几十年后要学会面对爱情 你又是否能够把握好分寸呢 康雅童林夫氏 被称为康家小白兔 康雅童爱情至上 感情用事长自欺欺人 且天生 有一种吸引异性 的特质 娇娇弱弱弱男人看到都想保护 对然她占了个好人位 但是她好的 没原则 而且奔进天乱 那么问题来了正义与善良 如果不能和现实接轨 又有什么用这样一个圣母 决策观众却大喊受不了 也难怪泰绍芬也忍不住对她说 你这个人总是在不适合的时候出现做不适合的事情 说不适合的话 让身边的人深深陷入了困境十年过去了这样的圣母表 依然活跃在电视剧里升级法怪 但在现实中 如果你没有离子这样的美貌堆载劝你还 是不要尝试这样的人设康雅兹 泰绍芬是 作为康家三小姐 康雅兹徐荣现实的宴写公寓心计 她兼定母亲给她灌输的富贵等于幸福 这个理念只与富豪打交道 她为了两任老公都可以付汤导火 无用无悔的支持他们甚至牺牲家人 她从不愿坚由人跌倒了 会努力自己爬起来 对于幸福会主动追击 当不择手段已成习惯她的坏 有变本加厉 那最后因利益纠纷丧失爱子 爱人从此陷入无限的黑暗中人长大了世界 总会变得复杂追求的层次 也和小时候不一样了勇敢追求幸福 不会有错 康雅兹下场稀惨借因不择手段 这次各自无论时间怎么推移 有个永恒的真理 做人要善良贺哲男 诚豪是金钱权势地位 对于贺哲男来说 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身外物 不够太过岁月的人生自然使得贺哲男 不可避免地养成我行我素 自恃甚高和增强好胜的性格 更不懂得人情世故 使得情场花花公子 他坚守一个原则 Business is business 生意归生意 感情归感情 因此他谈生意意识 可以做到热心不认 一边叫人uncle一边收购人家公司 他不喜欢书药 强的性格导致他对付敌人时 从来不是适可而止而逝 赶尽杀绝更间接害死了 情急沉急发关里结识 会这一生步入职场 就犹如闯入江湖心风血雨 不可避免 但是将别人赶尽杀绝某一程 路上也是将自己赶尽杀绝 贺哲男这样的职场精英 表面风光时则有苦自知高长盛领宝一事 当高长盛驾驶着那量挂着贺哲男 钟爱牌照的黄色蓝柏基尼出现 在电视屏幕上时大 家德不忍吐槽这样爆发护士的 男人做事不择手段奢侈 无度是极为喜人增 在这个从贫困的生活成长出的 大亨懂得分析市场 喜欢跟人比无赖体气十足却 还是一个极度会掩饰内心的双面角色 极其强大的战友率和征服 欲蒙蔽了他的双眼 最后他竟把自己也送进了奸牢港剧 始终在向我们传递一个观念 害人中害己寒门贵子 最不应该的就是变成高长盛这样的男人 宋子凌中佳西市 出身豪门自幼娇生惯养 宋子凌受香港首富祖父的溺爱纵容 被灌输金钱就是万能 德外里最爱以金钱欺压他人任性万为 把男人玩弄于鼓掌当中成为全剧最花族 对角色拥有完美外形 而又野蛮好胜的子凌从来 想得到的人货物变一定 要得到手艺从来只有他 遭踏别人抛弃别人是男人眼中不可一世 但又甚至吸引力的魔女 最后却被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被情所困 长大后的你是否能够明白 其实有钱也不能为所欲为贺丰 要华是贺丰表面后的 温文尔雅的贺丰四十集 之前都是最受欢迎的完美决策 不过最后才发现 他才是真正的无间不成商 隐藏若大野心他全力 欲敌强城府甚深 为达目的 不惜利用身边人甚至打压自己的亲 生儿子他借机吞并送十万的家产 成为首富后他又怀 你妻子对自己不忠并且要夺谋 自己的家产最后命而终 谁能想到这个一生都在套 度别人的奸商到最后 也把自己套路进去 那呢 在十年后的今天贺丰这样的套路王 还是你想要成为的人们 在夜华的演绎 像你否是 看出了他眼神中传递的一个道理 得到越多失去就越多 白小柔 李斯奇是 女人做得好不如嫁 我好康家三位先经的母亲 白小柔罗欣 落力为女儿写 那一本嫁入豪门手册 花信心既培养女儿是要女儿嫁入豪门 她定上流社会儿三女儿 雅思也乖乖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从小就给孩子们贯书盛名吉利 等扭曲思想在白小柔身上 看来是母亲的责任 但是对于纯净天真的孩子来说 这难道不是一种伤害之后 女儿们的悲惨 经历也跟她的扭曲教育脱不了干系 不止补课 上兴取班 现在还要将心力眼交给家 一代都2018年了对本 最怕大家成为了这样的怪兽家长 珠包宝器背后暴露了人性的善恶丑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步步相扣 善恶有因的为爱沉默的雅言 也把爱人推入了火坑 容易被骗的圣母雅童 总是好事多为 将身边人陷入困境 追赢逐利不择手段的雅思 最终失去爱人失去孩子一无所有 争强好胜喜欢赶尽杀绝的哲男 间接害此情敌愧 就一生被占有欲和征服欲控制的肠 胜有了欲杀人而吃上老板 喜欢用金钱欺压别人玩弄感情的死人最后 也被情深深所伤 成腐极深的奸杀贺峰 在成为首富后成天遗神以鬼欲欲而终 一心想将女儿嫁入豪门的小柔 却将自己的宝贝女儿推进二父不解之中 对于这些父达的角色 每一个都有我们不想成为的理由 而歌神徐冠杰在浪子牺牲 终早已告诉我们 男翻真与假人面多显诈 不过一番挣扎过后到头来 终究还是名利西间物化 做人得到就要无愧于天地 无愧于心珠光宝气 十周年长大后的你来到买堆堆APP 回看这部经典作品或许会有